好了我们讲一下第617个考点 我咳嗽了 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词 咳嗽 这词是什么词性啊 它的词性是一个动词 coff coff 动词咳嗽 等于什么呀 have a cough 那么它就是一个名词 你通过这个词主 coff 等于have a cough 就能明白 它既具有着动词性 又具有着名词性 那你比如说 我咳嗽了 你可以说成 I cough 也可以说成 I have a cough 都是可以的 明白 第618个考点 我拍S光片 那么在英语中有一个点 叫做 get an x3 拍S光片 X X X3 原因因素 是用了一个 N 这个短语 大家一定要记住 翻译成中文 就是 X光片 S光片 啊 懂了吗 所以非常重要 啊 非常重要 然后你往下看 我拍了 S光片 I got an x3 这不是过去时吗 这不是过去时吗 啊 同学们注意 619个点 619个点 我牙疼 牙疼怎么说呀 have a toothache have a toothache 翻译成中文就是 牙疼 have a toothache 牙疼 看到 I have a toothache 老师很多牙疼 也是单数加 ache吗 必须的 不管你多少个牙疼 都是 单数 加 ache have a toothache have a toothache 第620个点 我每天量体温 重点词注 take once temperature take once temperature 量体温 注意 这个take 量体温的量用take 这个once 代表着 形容词性 物主代词 或者是 所有根 啊 它代表着 形物代 或者是 所有根 能理解不 让我们看 我每天量体温 这是主语 你把这个量体温 给它看成一个位语 组合到一起 它是一个动词词注 你把它看成一个位语 everyday是一个 时间 时间状语 每天都量啊 确体温 看自己是不是高手 take my temperature 这个once 代表着 形物代 或者是 所有根 形物代 或者是 所有根 明白 好 继续 今天温度 多少度啊 temperature 除了是体温的意思之外 还可以询问 温度 它既可以指人的体温 也可以接温度 这个词可不好写啊 为啥呀 太长了 temperature 太长了 这个词属于 一错单词 对于 这一类的 一错单词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全部都是重点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全部都是重点 啊 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那一定要注意 那 询问温度 多少度 老师用 how many how much吗 不是 用what 用what what is the temperature today 今天温度 多少度 千万不要用 how many how much 很多孩子一看 诶 老师 问温度是多少度 是不是应该用 how many how much 不可以 不可以 询问温度 我们一定要注意 啊 询问温度 我们一定要注意 用的是 what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啊 622个点 头疼 脑腿瓜子疼 how 加er 加疾病 headic 头疼 啊 头疼 那么 它等于什么呢 how 加呃 加pin 加印 加身体 不会 就这个同一句 好多人不会 所以老师把这个考公式给你们列上了啊 看好啊 这个公式大家很多人应该没见过 这个公式大家很多人应该没有见过 明白同学吗 应该很多人没有见过 所以这个结构是 how a pain 加印 加身体部位 表示某人的身体部位出现了问题 你们看 how a pain in my head 脑袋疼 等于什么 how a headache 老师疼痛可数吗 不可数 习惯这样用 这个印 后面接你的部位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好了 这是我们第623个点 这篇比较简单一些 你像排片啊 牙疼啊 量体温啊 咳嗽啊 比较简单 来继继续 我们看下一个点啊 下一个点 第624个点 牙疼啊 嗨 加痾 加疾病 老师刚才说过了啊 I have a tooth I have a tooth sick 不是tease sick 来老师 我问你 这个我要换成统一句呢 来老师给你们拓展一个统一句啊 刚才老师说过了 不管你几个牙疼 都是toothic 不管你几个牙疼 都是toothic 现在我们需要把它改成一个统一句 那什么呀 I have a pain 加阴 加身体部位 老师我四个牙疼 五个牙疼 六个牙疼 没关系 你就把这个牙齿 变成复述就行了 I have a pain in my teeth I have a pain in my teeth 牙疼 满身 等了吗 I have a pain in my teeth 我牙疼 看到了吗 这个是胆术 这个是负术 明白 非胆即负的法则 一定要记住啊 因为牙疼 它是一个固定单词 就这么写的 但这个牙齿 是一个可数名词 你完全可以 变蝠术 这个细节 要注意一下啊 来 626个点 我休息一下 远离电脑 来 休息一下 take a break 或者是 take breaks away from 远离 注意啊 take a break 或者是 take breaks away from 休息一下 远离 远离什么 你看 I take a break 比如说 你玩了很长时间的电脑 很累了 I take a break 我休息一下 远离电脑 能理解 627个点 627个点 这个考点 讲什么呢 他伤到 自己了 首先伤害 hurt 过去是 hurt 不规则的 那么这个 我伤到 我自己了 当主宾 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看好啊 当 主宾 同一个人 我们用 反身 代词 我再说一遍啊 当主宾 是同一个人 我们用 反身代词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反身代词 要和主语 保持绝对的一致 这点同学们 一定要注意啊 来 628个点 让我惊奇的是 他获得了一等奖 首先我们注意 让某人惊奇的是 考点一 获得了一等奖 考点二 to one's surprise 行物带货所有歌 surprise 名字 那有人会问 老师你怎么只都是名词呢 那你看吗 行物带货所有歌 不就学名词吗 让人惊奇的事情是 看到没有 第二 获得一等奖 win the first prize 获奖 获奖用win the first是第一 price 想象 获一等奖 获奖的货 我们应该用win 注意啊 往下 让我惊奇的 让我惊奇的是 他获得了一等奖 考点一会 做题全对 to my surprise 行物带货名词 he won the first prize 这是过去式 对吧 他先获奖了 你再惊讶 他没获奖你惊讶啥呀 是不是 他先获奖了 完了你再惊讶啊 629 这个消息让我很惊讶 那这个惊讶 有什么词呢 你们看 something surprised somebody 某事让某人惊讶 动词 the news surprised me 这个消息让我很惊讶 这是主语 这是谓语 这是谓语 something surprised somebody 某事让某人惊讶 明白了吧 而且它是一个过去式 来继续 我对这个惊奇的消息 感到惊奇 这是一道考试原题 惊奇一 惊奇二 那这怎么回事啊 看词住 be surprised at something 对某件事情很惊奇 异地结尾 修饰人 surprised ing结尾 修饰物 surprising 在这道题好在哪 它既出现了人 也出现了物 能看清吗 同学们 所以你看 而且 这个介词 特别愿意考 非常愿意考 这点同学们 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介词 是非常愿意考的 而且容易错 不同的形式 搭配介词 它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 I'm surpris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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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prising news 我对这个惊奇的消息 感到惊奇 修饰人 修饰物 对吧 而且 不同的形式 它搭配的都不一样 你再看这个 我对这个消息很激动 你们看 天长 你再比如说 我跟你很生气 或者我很担心你 介词 你再比如说 我跟你很生气 介词 都不一样 这个叫什么 about 对什么事情很激动 这个呢 about 对什么事情很激动 这个呢 with 跟某人很生气 所以它不同的形容词 它所搭配的介词 都不一样 没有规律 所以才设为考试的中列 大同学没调动 明白了吗 是不是明白了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尤其这些固定的短语 尤其这些固定的短语 在我们历史 尤其这个surprise 这个词是太愿意考 它的动词性也好 它的名词性也好 它的两个形容词也好 以及关于这个经典的词注 be surprised at也好 历年来考试 它都是一个经典 明白吗 随机给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这些考点老师不讲 你就不明白 我讲完 你就懂了 懂了吧 所以好好学 就不明白 这些词